好好吃喔 我要再吃一口 你怎么把我的便当都拿走了 好物市集有机黑糙米 没有糯性好消化 再和白米糙米一起煮 香气糙米人 营养更加分 有机金网米黑金毫米组 订购快到好物市集 江亦强荣文怨酒店 三周年庆活动开跑啰 三大超值方案任你选 想入住网红菜牙咖的 哈哈baby联名主题房 手脚要快 期间限定推出日本美食节 素食到美味的料理 让你吃到饱 即日起到4月30日 凡住宿或餐饮消费满1000元 就有机会抽中价值18000的文怨套房 05-366-9988 长荣文怨酒店 相信台湾会在景气逆风中再创奇迹 相信在地投资30年的金奖团队 投资台股首选统一青三角 黑马 奔腾 大满贯 做您的财富靠山 定期定额 终身零首续费游贵中 立刻上网搜寻 统一台股金三角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全世界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听到没有我们财经一路发 他有podcast的专门的版位 听到没有上podcast 您打财经一路发 可以搜寻到我们的节目 我们节目制作一评 很辛苦 每天把我们的节目分段 剪接放上去 还要下标题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的podcast 像我们等一会儿跟梁佩玲的访谈 我们也放到podcast上面 每次跟佩玲的访谈 也都蛮叫做叫好的 很多人都去点阅收听订阅的 我们的节目在podcast上面 请大家多多支持 也给我们一些建议 我个人是真的很欢迎 这个良性的建议 就是说针对节目的内容 或者说主持人各方面 如果你有任何的看法 也很欢迎大家在这个留言板上 给我们podcast多多的鼓励跟支持 那当然如果您觉得 我们的内容不错的话 也请大家给我们个五颗星 按个赞 同时帮我们的podcast 财经一路发的podcast 推播给您更多的好朋友 亲朋好友知道 因为现在外面的金融诈骗非常的多 藉由我们财经一路发节目 我个人名字的节目 或说什么是我的特助 每天跟你照三餐问候 那都是金融诈骗 事实上要获取有关我个人 对财经的看法并不难 其实锁定我们的节目podcast 基本上你就可以每天得知我的看法 像我们刚刚前面那一段 就是说跟卢老师访谈前面 我们也会把它专门剪辑成一段 因为大致上我都会讲个十分钟 那这一段十分钟 我们会放在parlay上面 给各位可以随选重听 那今天虽然说指数 已经重回了15800点之上 但是有一档股票跌停了 这档股票一定各位都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这档股票的话 你可能不是生在台湾了 就是八方云集2753 八方云集今天股价是灌到跌停收盘 跌到191块半 然后八方云集的股价在二月底的时候 是高挂在261块半 他今年的股价在二月底之前是一路上涨 从去年底大概190块涨到261 波段涨幅不小 结果从261块跌到今天剩下191 这个波段跌是也非常的明显 你看到这段过程中 投信其实是频频卖超的 所以有一点法人结账这档股票味道 那今天为什么灌到跌停呢 是因为他召开法说会 这讲出来的东西 让市场很不买单 八方云集今天股价吃闭门根了 最主要原因是他说 法说会是说租价大涨 恐怕会冲击他的毛利率 再加上大家寄望说八方云集在美国展店 可以为他带来丰厚的获利 但他又说美国展店速度恐怕不如预期 所以股价当然就是直接开盘就中错 是以半根跌停开出之后 随即亮灯跌停的锁死 而且有不少挂卖 跌停要卖出的账数 那八方云集说最近租价 鸡肉还有蛋价大涨 那冲击到他们的毛利 各位都知道吗 他这些原物料价格上涨 他水饺锅贴他能涨很多吗 那如果说水饺锅贴涨很多的话 客人可能不上门 所以他又不要考量说 这个怎么去反映原物料成本 在他的终端销售上面 结果呢 当然毛利就会缩减 尤其是去年他说呢 每百公斤的毛猪的价格是7600块 今年已经冲破9000了 而且呢下跌不易 那猪肉占整个产销成本超过40%的情况之下 恐怕会侵蚀这个获利动能 另外八方云集现在不是宣布退出大陆市场 那除了持续在台湾 加强拓展多元品牌之外呢 他也把目光积极放到美国市场 首先在洛杉矶开了第一家店 据说洛杉矶第一家店 大家都排队买这个锅贴跟水饺 那因为申请程序有影响 美国开店做生意没那么容易 预估呢 今年本来要展店10家 现在下修到展店8家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他有在卖排骨饭嘛 这个梁舍汉排骨 这个差不多200家的店 他主力销售也是排骨也是猪肉 所以原物料成本对他其实真的是造成很大的影响 租价机价大涨 还包括电价大 呃 弹价大涨 那当然电基本上 呃 未来我认为长期电价一定是要涨的 不是只有涨那些高压特高压用户 其他的也都是要涨 所以大家都要去承担 这种原物料包括基础能源 呃上涨对大家 各行各业所产生的压力 这个可能是必然的 那讲到吃嘛 大家就会想到说 那这个原物料价格上涨 农粮价格上涨 那台湾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今年南部大旱 这个水道全部休耕了 这个很严重 现在高雄的这个旱情 这个旱灾 是百年来大旱还要更严重 我今天看到新闻报道说 高平期的每秒的水流量只剩下6.6立方公尺 这是创历史新低纪录 那么刚才来请教布兰克林资深协理梁佩玲 佩玲你好 大哥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佩玲 我们当然今天不是来谈那个吃的事情 我们要请教你整个 现在目前美国最新的状况 因为马上4月中美国要 这个上市公司要公布财报了 对不对 这个超级财报要来了 那可是美光已经开出第一枪 哇美光出来的这个 第一季的营收大幅衰退6成了 而且获利 这个是负的EPS 但美光股价居然盘后大涨 然后呢收盘涨7% 同一天英特尔股价有大涨7% 这是怎么回事呢 好的确我想其实就美股最近的盘势来看的话 主要还是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当然是在于先前 不论是矽谷银行这些等等的区域银行的问题 随着整个美国的一个联准会 还有像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其实推出了一些紧急的措施 去缓解了整个资金的一个流动性的担忧之外 当然瑞士信贷的部分呢 虽然说AT1的一个债券减激 一度引发了市场的波动 不过其实随后整个包括了其他欧洲 或者是英国的一个主管机关 出来信心的喊话说 其实他们的一个戏政策 这部分其实跟瑞士的一个法令规范 其实是不太一样 所以这部分也缓解了整个对于欧洲金融股的卖压 所以其实再加上这个礼拜 就是包括了第一公民银行 这部分也是同意收购了矽股银行 将近720亿美元的资金 这部分都反映了 就是在整个银行业的一个担忧呢 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缓解 另外一个答案就是 其实在整个银行业的缓解之后 我们看到一开始是银行股先出现了大涨 那科技股的部分有一点涨多休息 因为在过去一个月 银行股爆雷事件的时候 反而很多的科技股成为一些资金的一个避风感 但是就像木华大哥提到了 昨天主要就是在于美光的一个财报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就记忆体 或者是就整体半导体 整体的一个半导体产业来看的话 大家本来就预估说 其实上半年的确都是在一个 去化库存的一个阶段 那但是其实美光的部分也反映了 就是因为它的亏损 就是在于它的一个库存减记的一个关系 不过对于未来的展望 他特别提到了 就是在整个库存的一个情况 已经出现了一些好转 那甚至也看好就是在人工智慧会会带动 2025年记忆体晶片产业的一个市场规模 会创下历史新高 因为其实股价真的投资很碳的都是未来 过去的事情 其实大部分已经反映在股价当中 所以也是带动了美光 昨天大涨的一个原因 但另外一方面也包括了像是Intel 还有像是英飞宁的一个猜测 都有上调猜测的动作 那么Intel的部分 昨天是释出了 就是关于它有关的一个资料中心 相关的一个晶片 会在明年的一个交付 那这部分其实对于市场 对于接下来 尤其是Track GPT 这部分已经进展非常迅速 那衍生出来就是生成式AI 这部分已经逐渐应用在很多的一个生活 甚至在整个产业当中 这部分就让整个相关的半导体 还有在科技股的部分 我们觉得还是有 就是这部分的一个利多 会持续的发酵 不过就像木华大哥提到的 因为4月中旬之后 会进入到比较美国的一个超级财报州 老实说如果以目前市场的一个预估来看的话 美国的一个第一季企业获利 大概是预估6点 会衰退6.1个percent 那比起去年年底 本来预估只有衰退0.3个percent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衰退的幅度 是下修的还蛮大的 那会是2020年第二季以来 最大的一个获利降幅 这当中当然不同的产业还是差异蛮大 表现获利会正成长比较好的 会是在消费耐久才相关 跟解封之后的一个旅游 或者是餐饮外出的需求有关 那另外一个就是工业能源金融 金融还有温和的正成长4个percent 那不动产大概也是小幅成长的一个状况 但是出现衰退的最严重 就是在原物量 那可能还有健康医疗 行为基齐的关系 还有像是科技跟通讯服务类股 大概预估都是衰退12到15个percent左右 那我觉得现在美光的财报 当然我觉得是消出了一个 比较正面的讯息 因为毕竟如果以半导体来看的话 穆华大哥也很熟悉 就记忆体这一部分算是一个景气循环 它的一个cyclical最cyclical的一个产业 所以如果连记忆体都出现好转的话 当然对于其他更多像是金元代工 甚至像是可能跟很多的一个IC设计等等 我觉得这部分都是一个 比较正面的一个讯号 那我觉得真正的一个结果 还是要看4月份出来的一个数字而定 不过当然其实如果以美国股市 最近像是谭普白指数 又重新站回了4000点 那我觉得这部分算是一个比较偏向于良性 类股轮动之下 大盘指数算是一个 还算是一个蛮强势的一个整理 虽然有面临到欧洲银行业的一个 事件的一个影响 但就整体来看 我觉得美国股市就短线上在这部分 的确还是有机会反映了 就是包括银行业的担忧减缓 然后美国最近看起来经济数据出来 似乎也没有那么的一个 就是还蛮展现高度的韧性 那再加上如果联准会 这部分其实上个月的一个利率 三月份的利率会议是出来 就是升息也接近尾声的状态之下 是有利于整个美国股市 在这部分还是维持在一个 比较相对的一个强势整理的状态 其实大家不要小看美光这家公司 它不但是全世界第三大的 这个记忆体的大厂 其实这家公司很灵活 你知道这家公司 其实在尔比达之前 这根本就是一家 明不见心串的小公司 它是趁了这个日本 整个记忆体垮掉 尔比达倒掉的时候 吃掉日本的尔比达之后 变成是惊天了 这家公司很灵活的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想轻松买房 就靠梦月城 南港15分钟 只要68万起交屋 买二至四房 买到日本大城建设 盖的好房子 有人问说不着陆了吗 我倒不觉得 我觉得美国经济后面 还是有衰退的很大的可能性 只不过衰退 它也许是两个季度 这个浅层的衰退 比如说呢 一趴上下的衰退 用这样的衰退的方式呢 去交代一下 倒不见得一定不着陆 肯定要着陆的 只是说什么方式着陆 我觉得今年下半年 第三季第四季 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还是蛮大的 但应该不会是一个 深层的衰退了 那这个问题就出来 如果它不是一个厉害的衰退 深层的衰退 失业率也不会大幅上升的话 那通膨就降不下来 所以长期通货膨胀 我觉得还是一个最重要的issue 提供大家参考 我觉得 虽然说最近 已经不太讨论通膨 事实上我是觉得通膨 还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这个礼拜五就要公布PC了嘛 最新的PC要公布出来 那如果说长期通膨不下来的话 利率肯定没有办法 回到非常低的水位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 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环境 就是说相对较高的利率 怎么样在这样相对较高的利率下 你投资报酬率啊 你选对的这个选的股票啊 它要能适应这样一个高利率 那所以未来的产业 这个强者很强 弱者很弱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了 好 就像今天八方云集跌停吧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了 我们回现场了 有赚有赔 申购前音响乐公开说明书 时时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记忆体这个产业 往往就是一个大赚大赔的行业 而且它非常明显的景气周期循环 所以你看到美光的股价也是非常爱恨分明 也就是说它一旦进入到多头 它就是一路涨 它一旦进入空头 它就是一路跌 比如说各位如果去把MU 就美光股价调出来看 你发现它在2020年疫情过后 它跌到31块美金 一路涨到 涨到2021年的年底 它涨到100块美金左右 接近100块美金 从31块涨到100块美金 但是它是比很多股票都率先见顶的 而且它是直接V转下来 它根本没有做什么头就下来 一路跌到最低 就这一波段美光股价最低的时候 是跌到了48块 它跌破50 现在目前美光股价回到63 它其实从今年初以来 它的股价已经涨了将近快要三成了 已经涨了26%了 26%我们都讲说 它已经进入到技术性牛市了 那也就是说如果美光股价 根据它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 过去的轨迹来看 它要涨就是涨 它要跌就是跌的话 那它可能已经进入到多头循环了 这个当然是比较大胆的预估 不是讲说一定 这是我们再继续观察一下吧 也就是说如果它一旦是 进入到多头趋势的话 它要再跌破48块的可能性就不高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连记忆体这么坏的产业 都不破底的话 那就代表说其他像金元代工 其他半导体产业 就没有像先前大家可能想这么悲观 这是我个人的浅见 因为美光是一家很厉害 很灵活应变 这个审时度势 而且很会掌握机会的一家公司 我觉得这家公司的经营阶层里面 他们的经营阶层其实是蛮厉害的 那美光为什么在盘后股价会大涨 除了刚刚佩玲所讲的 他这个AI的部分 他另外他讲了一些事情 他的CEO在财报电话会议上强调了一些事情 其实让市场觉得很振奋 那这个其实也是今年投资大主流 就是AI的部分 他说一台人工智能服务器 低润使用量 就是说假设说你今天这也是专门在做 AI的这种伺服器的话 他的低润用量是普通伺服器的八倍 Netflix是普通伺服器的三倍 所以他的CEO说展望未来 等于说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等于说记忆体 所以他的记忆体的市场展望 将预估在2025年会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他把景气波段 从现在看到2025年 他认为今年下半年没有先前想得这么悲观 当然这个股价就大涨 那同样的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后面美国经济还会不会衰退 今天有另外一个数字也很值得观察 美国的二月成屋签约销售指数 居然升到半年的新高 这显示房屋是指稳的一个状况 因为先前美国房价在微幅下跌 那成屋签约销售指数 是成屋销售的先前指标 因为你今天成屋 成屋销售要出来之前 你要先签约 签约一两个月之后才会过户 才会变成成屋销售 那针对美国房价市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继续来请教富兰克林 投过了梁佩玲协力 这个成屋签约销售指数蛮前瞻的 所以美国房市是不是看起来也指稳了呢 第一个当然的确我们认为 这一次的一个就成屋签约销售的一个上来 当然部分有跟就是先前的一个可能利率 有一点从高点开始往下 就之前因为联准会积极升息的关系 带动了房贷利率一直创高 但是随着市场开始担忧 整个接下来的经济的一个前景 反而利率有一点下来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是有一些原因 就是让原本在外可能停滞 或地延的买盘是有一点进场的一个状态 但另外一个就是 就美国房地产市场来看的话 第一个我们都是认为 它目前的一个供需状况 其实如果就整体的房 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供过于求 甚至是有一点相对于就是需求 其实刚性需求其实还是蛮强劲 尤其是在住宅的房市的部分 那对于像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造成了很多像是可能有一些 就是都居家办公这种 是一个常态 甚至就是混合办公的形态 对于办公室等等的 这部分我们觉得 或者是因为线上购物的关系 让很多的零售业的一个不动产 购物中心等等 我觉得它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的确还是存在了一些 就是它的空置率是相对比较高的 商用不动产的部分 对对对 然后但是就整体的房地产市场 我觉得是没有出现像是 可能08年之前 就是可能有房地产过热之后的 一个泡沫的一个风险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整体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最近美国经济 的确似乎是有一点展现 很高度的韧性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联准会 还是说他要持续观察 在银行事件之后 如果未来接下来银行 去收紧贷款的标准 对于经济跟通膨的影响 老实说连联准会 现在也不知道 到底它的影响程度会有多大 所以极电未来 在联准会的货币政策上 可能也只能采取 停看听且战且走的一个策略 那当然以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美国目前的通膨 老实说其实还是离 联准会的目标是蛮远的 只是因应在整个 因为整个银行紧缩 贷款紧缩通常反映到经济 可能至少要几个季度的时间 所以如果以最近券商出来的预估 还是认为今年下半年 第三第四季 美国经济有可能 就是它的预估只是下调 那可能最严重的状况 是在今年的第四季左右 当然这一次联准 美国的经济 即便真的陷入到衰退 大概也不是那种严重的衰退 非常非常温和的衰退 所以我觉得在部分的一个产业 就像刚刚提到了 可能有一些半导体 或者机体这部分 因为它先前已经反映了 库存去化的动作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产业 你会觉得似乎跟美国的 总体经济数据 有一点不同调的一个味道 但是就整体来看 我们对于下半年 美国经济有可能陷入衰退 这个风险 我们还是要放在心上 因为我们觉得 这一次的银行业事件 虽然短期的风暴 就是危机已经解除 但是我们觉得 它中长期反映的 就是在高通膨 还有在利率急剧上升之后 其实的一个现况 一个冲击会逐渐的显现 那这是我们觉得 即便现在股市 美国股市还算是强势整理 那看起来景气还具备有韧性 但是我们觉得 可能步入到下半年 我们基本上 我们对于股市的一个波动度 还是抱持认为 会比较波动的情况 那尤其是在四月中下旬 出来的企业获利 我们觉得还是会 有下调的压力 所以以目前 我们如果就资产配置来看 我们富兰克林 目前是建议相对采取 可能是股市债六 就是相当于 你可能是长期 是股六债素 颠倒过来 对对对 就是债优于股 是我们先阶段比较看好的 那当然股票 你可以看到 就是像美国股市当中 你可能去选择一些 比较防御型的 不论是公用事业 或基础建设等等 甚至像刚慕华大哥提到 因为像电价这部分 其实基础建设 这部分电力需求 因应整个电气化 的一个转型 我觉得这部分的需求 是持续在增加的 那像是美国的 通膨消解法案 也把很多的制造业 都拉回到美国 都会带动 美国相关的一个 基础建设的需求 那除此之外 股票的部分 可能就还是会 看好像是其实亚洲 不论是中国 或者是亚洲相关 因为你可以看到 其实中国最近 就是它的三月两会之后 其实他们订定的成长目标 算是还蛮稳健 就是五个percent 但你可以看出来 就政府的态度 不论是阿里巴巴 最近的一个 分担 对对对 我觉得这部分 都释出了一些政策的一个 比较转向的一个风 那这部分 对于整体的亚洲市场 也会有一些帮助 那债券的部分 当然因为 我们觉得在整个 信贷循环 来到相对尾声 可能就还是比较靠拢在 高评级的债券 尤其不论是公债 或者是投资等级债 那对于台湾投资人 喜欢的非投资等级债的部分 不至于会有很 违约率大幅攀升的风险 但是就还是要去强调 你要精选标的 因为毕竟到 这个如果企业未来 银行后 接下来紧缩银根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企业 会受不了现在的高利率环境 而有出现一些问题 这部分真的就是要仰赖经理人的选股 跟选债 所以先以投资等级债为主 不过最近殖率波动很大 我看到美股相对波动小 但是呢 殖率一向一向 美债的波动是放到三年来最大 这个殖率每天 比如说以十年债来讲 殖率每天波动可能十几个基点 这个很少见到有这么大的波动 因为二月份下去的速度又太快了 然后最近又有出现反弹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介入债券市场的时候 还是要去看殖利率 就是 但如果你十年提供在殖利率 越接近四个percent 可能就会是一个介入比较好的时间点 应该不会再突破四点二五了吧 我觉得顶多 就是除非真的通膨又出现比较大的一个 下不来的状况 不然的话应该四点二五到四点五个percent 应该是一个 这一波循环的糟点 那礼拜五的PC怎么看呢 会超出市场预期吗 目前预估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还是在往下降 只是说现在因为市场已经逐渐反应 那我觉得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个礼拜五的一个PC 因为就是四月份接下来会公布很多的CPI 那因为联准会下一次会议是在五月二号三号才开会 所以就变成接下来每一个数字都是变得很重要 那这一次目前预估像核心的PCE是年增率一样是四点七个percent 会跟前一个月差不多 那整体的PCE的话可能也就是在五点三五点四个percent附近 对你就看得出来其实还是离联准会的目标还是有一段距离 我刚刚看一下那个FedWatch 2 现在赌不升息的几率已经超过一半 五月不升息的几率已经超过百分之五十了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于 因为其实联准会上次的口径 就相对来说他们是比较会观察 最近大街小巷见面第一